今天做的準備就是 因為我們平常是啦啦隊 所以要展放我們的笑容 那今天的準備就是 感覺會比較時尚一點 因為自己平常比較少這種 比較時髦一點點的風格 所以我今天做的準備呢 就是換了一個非常時髦的妝髮 之前林鄉在走廁的時候 我會說就是因為42公里 然後我會說 經典他一個是在 在參與的這樣的活動 他會不會有一點意義 有所以我這次呢 維持在40公斤 40公斤 那會不會怕說 就是網友的反應 就可能再試看看 如果他們還是覺得有點不敬業的話呢 我再自己稍微做調整 對 好 我們中間也一下 中間也一下 OK 進來囉 我相信三位 聊一下今天會 這個台北社會什麼的準備 謝謝 今天做的準備就是 因為我們平常是啦啦隊 所以要 展放我們的笑容 那今天的準備就是 收起我們的笑容 感覺會比較時尚一點 對 三位 我們就是今天特別早就先去做妝髮 因為自己平常比較少這種 比較時髦一點點的風格 所以我今天做的準備呢就是 換了一個非常時髦的妝髮 沒錯 而且因為我們三位的妝髮是同一位 所以我們還流流就是 早上一個一個先去做妝髮 對 我是最早的 我是最晚的 雖然我是姿妹 對 你們有想過這個 這樣的造型 很適合觸及在哪一種場 你們有想過說 欸 如果今天不是在時裝之後 會在哪一個地方可以用上 其實我今天這套我覺得 其實平常 就是出門的時候就可以穿 算是比較時裝感一點點的 因為它是有點運動造型 對 對 所以在運動或是出門的時候 穿到這樣子的造型 會讓人家覺得 欸 眼睛異亮的感覺 那我這套也是平常就可以穿 因為它很有時尚感 但是它穿起來很舒適 所以就很適合平常也可以出門 那我身上這套的話 我覺得它有現代感 然後又有一點未來的科技感 然後走在路上也不會說 非常的突兀 所以我自己蠻喜歡這個風格 之前平常在走廁的時候 然後我會說就是 因為42公斤 然後我會說 經驗它一個是在 在參與的這樣的活動 會不會有一點異議 有所以我這次呢 維持在40公斤 40公斤 那會不會怕說 就是網友的反應這樣 就可能再試看看 如果他們還是覺得 有點不敬業的話呢 我再自己稍微做調整 會不會怕說 謝謝 致開 其實很適合 很適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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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謝謝